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QoS的這個部分 就是Providing Multiple Class of Service 那這裡這一節後面最後剩下兩個部分 一部分主要談的是這個Differentiated Service 有時候叫Deep Serve QoS就有兩大approach 一種是叫Differentiated Service 另外一種叫Integrated Service 就整合式的這個就兩大approach 那我們先從這個一般性的開始看 然後再看Differentiated Service 然後最後再看這個Integrated Service 就這個分類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就把這個Service做一個分類 就我要對他們 對說我要有不同的差別服務 那差別服務到底有哪一些服務 所以就這樣要分別這個Multiple Class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是One Size Fit All Service Model 也就是說我統統把你們以Internet的角度來看 我分不清你上面太多了 我分不清我乾脆就不分了 那這是一個做法 就跟那個Dead Lock 作業系統裡面Dead Lock一樣 Dead Lock的這個Prevention不可能的對不對 或Dead Lock Detection太耗費了 所以現在作業系統裡面有沒有處理Dead Lock? 基本上是沒有了 那就是考試有了 考試是一定要有的 可是在作業系統裡面呢 就Timeout 就是OK Dead Lock 你要Dead Lock它太花力氣了 當然某些應用裡面可能會要做 可是在作業系統裡面 那這個如果這發生的話 這個它要花太多太多的Overhead 所以它就不管它了 不管它也是一種Approach 但是你要有另外一個方法來 從旁來 把這些它可能產生的問題 你要能夠解決掉 那 所以它現在是one size fit all service model 那有談到QSS 大概都會走multiple class of service 就是把這個Traffic分成 就從網路角度來講 Traffic分成好多個class 那然後呢 那網路對每一個class的Traffic 我有差別在意 有些是VIP 那有些是經濟艙 有些什麼 那 這時候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字 叫Granularity Granularity翻譯 這個有沒有修蘭底工程 或者是在技概裡面 有沒有提到過這個字 Granularity G-R-A-N-U-L-A-R-I-T-Y Granularity Granularity 中文翻譯成顆粒度 Gran size Gran 是穀物嘛 Gran Gran Gran就是你的鼓鼓勵 鼓勵的大小 就是鼓勵 稻米啊 小麥啊 那鼓勵 Gran Granularity就是顆粒度 那顆粒度是什麼意思呢 顆粒度就是 呃 大小 就是到底到底是 一般來講說 你的單位 你的單位 你是 或是說我要debug 我是從一行一行程式的 以一個line一個line 還是一個block一個block 還是一個function 或者一個master這個角度 那還是整個一個class這個角度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 如果我通常都是debug 我是debug整個class 在class來看 從外面來看整個class 從外面來看整個master 還是從外面看整個block 還是一行一行的看 那這是 這是debug不同的granularity 就是不同的這個顆粒度 那 那這裡所謂的這個QS的correctality 就是說 呃 不同的這個differentiated service amount multiple class not among individual connect 呃 connection 就是我們現在在談的呢 不是說 我一個connection裡面 會 會有這個 我們是 我們不是談一個connection 我們QS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 談這個好多class 是multiple class之間 他們互相 你多點頻寬或少點頻寬 或多給你一些資源 少點資源 這個我們不是談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這個connection的這個QS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是 等於是比較上面談一個應用 這個應用跟那個應用 不談這個一個這個應用 這個connection裡面的這個 那最早有一個所謂TOS speech 這個我們就不談它了 好 那我們從這個一些實力上開始看 就如果是 有不同的應用 這邊有 有四個host H1 這個圖我們後面會看很多 這兩個小時 那有四個host H1到H4 然後這邊 兩個router 那router它是1.5Mbps的這個link 那 那在R1呢 它 這邊呢 它有 有這 這是output interface 要出去的時候 它的這個排隊 那我有兩種traffic 這個藍色的跟紅色的 兩種traffic 要 要經過 所以藍色的traffic 它可能到R1這邊出去的時候 這邊就比較排隊 對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再更細節的分 在 在這個所謂H router 或者我在host上面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 動作 做一些處置的 那 那 那這樣的話 那 那我們看這個 這是一個Mbps的IP form 那 那 是紅色的 那藍色這個是做FTP 那他們share這1.5Mbps 那 那FTP基本上是什麼 FTP的 特性是 burst 就我要傳的時候就會 就會這個 那 那burst呢 它會把整個router 全部 它要傳的時候 它就把整個router給 循環全部用掉 然後 讓我這個打電話的時候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 進行的 我的audium 其實我用的是不多 對 可是我沒有辦法 那 所以呢 我如果我可以給audium 來比較高的這個priority 所以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就在這個 做一個所謂的packet marking 就在 在 呃 當然你要這個router看得懂了 就是 我這種audium的traffic呢 進來的時候呢 我給它一個mark 在這個 那這種packet呢 經過mark的 那 你就是有比較高的優點順序 或比較低的優點順序 這叫packet marking 對這個內容 對packet做一個marking 那 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會 呃 這只是一種做法 後面還會看很多做法 那 ok這個 所以 這個我們都提過了 Differentious RSVP 我們等下看 這signaling 就是預約 這幾種方法 這個維 Gotti 最後 等一下RWeb 最后我们会看SVP 然后Differential Service是Differential Guarantee Differential Service就是说有差异的 然后我尽量的做好 那Integrated Service是我从头到尾就Firm Guarantee 整合起来从头到尾 一定保证你这个 能够达到某一些的 好的状况 好 那 那如果 我刚才说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marking 好像可以改变 可以改善 对不对 那 但是如果 Application它missbehave 比如说我Audio 突然我本来说我只要用一个Mega的 那我突然送出来一点一个Mega的时候呢 那那那怎么办呢 我本来是说说这个 我们把package 我们分了 就你是比较高优先 你比较比较优先 那你高优先的你就先送 后又低优先的就满 FTP就等一等 那等下高优先的那个他就贪心了 对不对 后发所有东西都变高优先的 那那那这个时候 所以我单单的就package上面做marking 还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做policing 就要警察出来指挥交通了 好 那这个警察出来指挥交通了 这要做什么呢 我就forced source adhere to bandwidth allocation 也就是说你说 不只是我能够分辨你是哪边来的 那你说你要多少的 那我就给你多少 我做一个这种 控制 所以刚刚一开始可以做marking 然后可以再做一个policing 那policing marking和policing是在哪边做的 都是在network edge做的 edge就是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个router在 因为我这边 你要出去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语音的 有一个FTP的 我在这edge router 在网络的边缘上面 我们一开始网络讲网络最早的概念 就edge跟call call是核心的 后面的那些 那edge的第一个router 那它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 所以 除了marking之外 policing呢 它可以protect protection isolation for one class from the other 就是你最多只能用到一个mega 那我就给你到一个mega 你要1.1的时候呢 你自己自己家里去排队 那我不让你看到1.1 那这有好有不好 那这个是最基本原则的 食物上面还有更多更多有弹性的 这个最基本原则是这个样 好 那那再继续 那我要 我要给那个 如果我给的都是固定的话呢 我都是给你固定的量 就是fix non-shareable bandwidth to flow 那 那那那那那这样的话 呃 会不会有些没有效率 当然就可能也没有效率 就是 我要emega 就是只给我到fixemega 明明的还有空的 你可以让我多 让我多